從我們來關注美國的疫情 美國的確診個案 死亡人數不斷的攀升 紅牌畫面裡 紐約市的無人島嶼哈特島 已經挖出巨大的千人種 將用於未來安葬紐約 不斷增加的患者遺體 美國國防部因應聯邦政府要求 將提供10萬個屍帶給紐約 再加上紐約醫護人員面臨嚴重不足 軍方已經決定派出數百名軍醫 資源當地醫院 紐約州累計確診高達16萬多例 甚至超過全球第二的西班牙全國 代表美國光是紐約 一週就已經是全球最大疫區 其實紐約在5月份會被部分的解封 川普說我說了算 這一連串的畫面看了 正好說這個叫做窒息室的災情 是 沒有錯 因為其實剛剛這個哈特島 大家仔細看 因為它不是挖一個坑 然後擺一個屍體 它是一次用怪手 挖一個很長條的坑 然後在裡面擺 這個是棺木 你看它是疊起來的 所以它很深 很深 然後它是一個 它的形容是這樣 一個棺木 一層石灰 一層土 再一個棺木 一層石灰 一個土 簡單來講 這些人都是大量下葬用的 他們沒有辦法得到一個 專屬於自己的墓穴 過去不管西方或東方 如果過世最好要有個墓穴 可是沒有辦法 這是美國哈特島 過去美國有大規模的疫情死亡 都會用到哈特島 結果現在現在哈特島 開始開挖的時候表示什麼 其實整件事情已經瀕臨失控 對美國來說 他們甚至我得到最新消息是 他們甚至已經動用軍方的 挖 軍方的屍體隊來處理這些屍體 因為美國軍方有時候會面臨到 譬如說生化戰 核子武器戰 所以他們有一支軍隊 是專門處理這種 生化戰 或是受到核污染的屍體的 他們有專門的運送屍體的機器 也有專門就是做燃燒屍體的機器 他們也開始協助紐約 進入紐約 所以對於紐約來說 疫情是非常嚴峻 我們看到美國 西班牙還有義大利 這三個地方是現在 世界的前三名 如果把中國拿掉 因為中國數字一直以來不是很透明 對於西班牙來說 西班牙狀況也很嚴峻 西班牙我們這時候看到說 他日死六百人 就死好多好多人 可是問題是 對西班牙來說 他疫情最令人害怕是 他是反反覆覆 他有的時候是一天確診五六百人 有的時候是一天確診兩三千人 而且他會讓人家狀況是說 讓西班牙人自己覺得說 我好像疫情得到控制的 只有五六百個人確診 只有五六百個人確診 聽起來都是很悲傷的狀況 可是隔天就兩三千人 兩三千人 所以現在西班牙也在做這種 大規模的方艙醫院 沒有辦法 當你醫療面臨崩潰的時候 只能做方艙醫院 對於義大利來說 其實對於台灣來說 是個很暖心的行為 這是義大利的神父 在台灣長期居住協助台灣人 當他說出他們國內有很多 他認識的人過世的時候 其實台灣大筆大筆的捐款 捐款到義大利 透過他 基金捐的一億多 其實也是展現說 台灣作為一個世界公民的責任 我們不應該只有獨善其身 講大家老話叫做共好 世界好 台灣才會好 又或者是法國 法國我們看到 這是果菜市場的畫面 這個果菜市場 是歐洲最大的果菜市場 這是過去之前畫面 結果現在大家可能很難想像 這果菜市場 現在一半變成果菜市場 另外一半用來擺實體跟停屍間 他做出一個這樣的區隔 所以就看到一個令人滿心酸的畫面 是大家開車去 同樣是開車去 往一邊走是去買菜 另外一邊走什麼 是做冰障之用 整個果菜市場這樣切割下來 可是沒有辦法 對於法國來說 如果你的冰障系統崩潰 你不可能擺著屍體不去處理它 那些都是有高度傳染性的屍體 所以這些都是讓人家滿心碎的地方 好 美國的疫情 現在連電視台的主播都呼籲說 你別相信政府 I don't know i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ever gonna get it together but as of now with the first hospitals in America reporting that they are all filled up we are out of time waiting for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get it together the best run states the clearest eyed leaders in the best run states right now are just going on their own they have to be now and if your state isn't you should not hope that there will be some kind of federal response that will step up to fix things when things start to get dark in your state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States we have learned have to go on their own 武警正好來告訴大家 跨界抗疫 各大的品牌的生產醫療用品 幾乎都已經出現了 其實大家都在做口罩國家隊 消毒液國家隊 呼吸器國家隊 先談 大家看一下 這些做這些所謂國家隊 比如說做消毒液的 有資深糖 酒廠三德利 做防護衣的香奈 Kuji Prada 又或是口罩等等 Kuji Zara H&M 呼吸器福特特斯拉 都是車子廠商 這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 叫做什麼 民用轉軍用 我們為什麼說現在防疫很像在作戰的感覺 第一個 因為它大幅的死亡人數 會讓我們聯想到說 是不是有種第三次世界大戰人開始 第二個 所有戰爭的特色就是原本民用 就是民間的所有生產 全部轉為軍用 作為防疫之用或是打仗之用 過去在一戰二戰都是這樣的狀況 現在我們看到全世界都呈現這樣的氛圍 比如酒精消毒液 就是有一些日本資深糖 酒廠 這些都是因為 本來你的化妝品裡面就會有酒精 所以這些對他們來說是相對簡單的 甚至是酒廠的話 那其實把它變濃一點 其實也是更簡單的 那防護衣的話 我們看到一些大廠牌在做 口罩也是一些大廠牌在做 可是這些都是所謂的成衣廠牌 這些成衣廠牌在做所謂防護衣或口罩 同時都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它中間那個龍噴不織布 或是中間那個石化原料 沒有 台灣能夠很成功的組成口罩國家隊 不是只有單純靠工具機業者 而且還有石化業者 因為台灣有完全 台灣有一個非常完整的生產鏈 從上游中游到下游 都可以一條龍把整個口罩做出來 可是對歐美來說 在做這些事情面臨到 它中間的原料不夠 有十倍之多 那呼吸器也是一樣 也相對非常非常困難 特斯拉福特雖然說很類似 可是目前我們看到特斯拉 它做的呼吸器 可能都還是從中國進口 它捐了一千多台給美國 結果後來被發現是從中國買的 那福特現在做出來 努力做還沒有看到 我們希望能夠趕快做出來 讓美國的呼吸器